到了温州以后啊 接受当时的更小的朝廷的号召 继续抗选 那么文天祥就来到了福建 重新组织军队 又是一次明知不可违而为止 他带着军队进入到江西 到了江西的渝都 到了江西的林都 那么绅士还有一点 但是正在继续发展的时候 在新国遭受到援军的打击 那么文天祥军队被打散 第二次抗援又失败 战争的规模很小 什么原因 以文天祥这种军队 是难以和元朝的军队 难以和蒙古的军队抗衡 但是不要紧 失败了再来 文天祥第三次 继续组织一军 来到江西的广昌 来到江西的新国 又在那一带重新组织一军 而且还取得了小小的成果 什么成果呢 打下了干州的几个地方 而且南昌的 吉安的 张树的 还有人进行响应 所以文天祥的第三次起兵 甚至产生一个小小的高潮 但是 好景不长 援军再一次对文天祥的部队进行剿灭 援军在新国 袭击了文天祥军队的所在地 结果全军溃败 文天祥逃跑 逃到哪里去了 逃到吉安吉州的永峰县 结果在永峰县一个地方叫空坑 被援军追上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插曲 文天祥手下一个监军 他监督文天祥的军队 但是他对文天祥特别佩服 当在空坑遭到援军的袭击的时候 这个人名字叫赵石赏 他坐上轿子 命令教父 迎着援军而去 然后让人告诉援军 我就是这一次义兵的首脑 大宋的丞相 文天祥 结果这一次援军认为真地抓到了文天祥 把他带走 真地文天祥逃走了 那么逃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在温州立的小皇帝已经死去 一路颠簸 颠沛流利 战争的惊吓 一个小孩已经死了 那么文天祥又听到消息 张世杰和陆秀夫 带着残余的部队 还有二十多万女 又在广东的朝阳 重新立了一个皇帝 后来这个皇帝被称为少帝 只有七八岁的一个小孩 那么文天祥闻训又赶过去 在朝阳重新拉几部队 这已经是文天祥第四次拉部队了 江西的旧部 闻风而动 也赶到广东 于是文天祥继续进去抗击 但是在海丰县 一个叫五岭坡的地方 遭到援军的打击 文天祥被俘虏了 这一次没有被逃脱 但是俘虏去赶往援军 祖帅的云地的过程中 又一个插曲 什么插曲呢 宁愿碰到一队援军 这队援军欢天笑语 什么原因 他们也抓到了一个文天祥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还有一个人物 名字叫刘子俊 从文天祥起兵开始 就追随文天祥 他为文天祥的人格所感动 不棄不离 那么在五岭坡被援军袭击以后 他自己自称 自己就是文天祥 希望以此来让文天祥逃脱 但是文天祥这一次 没有躲开援军的追捕 结果真假文天祥见面了 到底谁是真的 于是两个人就真的起来 谁都指责对方是假的 说自己是真的 你看看 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当然后来 那位假文天祥 叫刘子俊 被援军杀了 但是我这里要说 这一次 追在文天祥屁股后面打 追在张思杰 陆秀夫后面打的 不是蒙古人 是一个汉人 是一个投降了蒙古的汉人 他的名字叫张冯范 这个张冯范 俘虏了文天祥以后 当然文天祥的事迹 在援军里头早已经传开 一个白面书生 一个由状元做到成像 这么一个书生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所以大家对他这种气概 是佩服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看 文天祥的抗原点 他这种空间实际上 是越来越小的了 第一次是在长州一带 第二次是在福建 第三次在江西的南部 第四次已经被逼到天涯海角 张冯范 严格说起来 对文天祥的这种气度 也是佩服的 他没有为难文天祥 倒是希望文天祥 做一个事 做一个什么事 希望文天祥 写书信 劝还没有投降的 张士杰和陆秀夫投降 但是文天祥坚决拒绝 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 我不能汉父母 我不能保护自己的父母 乃教人判父母 这个事可以做吗 是不可以做的 但同时文天祥 也给张峰范一个交代 我也是汉人 你也是汉人 我把我的一首诗 就在被你们的军队俘虏 然后我度过林丁阳的一首 赶怀师 来给你 让你读一读 辛苦遭逢起一斤 这就是科举考试了 你考五斤里面的一斤就可以了 干戈缭络络四周星 三河破碎风飘雪 身世浮沉鱼打平 惶恐探头说惶恐 林丁阳里探林丁 人生自古谁无事 留取丹心赵汉青 那么惶恐探 是从吉安到赶州 万安县赶江的一片探头 叫惶恐探 水流川崎 林丁阳是文天祥背负以后 要经过的那一片海洋 那么从此以后 人生自古谁无事 留取丹心赵汉青 就变成文天祥 给我们中华民族 第一份金身遗产 文天祥被押在张峰范的船上 张世杰和陆秀夫 他们的十多二十万人在哪里 已经被逼到朱江口 朱江口西南 属于新汇县的一个小岛上 这个岛叫崖山岛 那么避在这里 援军对这个岛进行猛攻 南宋政权 所拥有的十多万的军民 不是死 就是伤 或者葬身于大海 卢秀夫应该说 应该是一条汉子 他看到这种情况 穿起朝服 正装 把最后一个小皇帝 背在背上 八九岁的小皇帝 庸身跳向大海 那么张世杰到哪里去了 张世杰被打散了 几天以后 他回来 准备重新抗争 但是遇风浪 连人带船 葬身海底 南宋的最后一支部队 也覆灭了 温天祥就在援军的船上 眼看着宋军的全军覆灭 那是辛努刀割 七季光 大明王朝抗沃英雄 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精心打造的七家军 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 又为我们留下 那些大块人心的抗沃故事 中国故事爱国偏执 七季光 小兹 大型